一根裹脚布 硬生生折断四根脚趾 女童声嘶力竭叫喊 老人却裹得越发起劲 这便是旧社会的馋足陋戏 女人必须馋一双完美的小脚 才能找到一个好婆家 百合刚裹完脚 母亲就让她下地走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完美的三寸脚性 百合不敢违抗 只好艰难挪动着步子 半夜她被疼醒 躲在被子里哭 裹脚布里也渗出鲜血 就这样 百合的小脚终于熬出了头 成为了村里最完美的小脚 引得媒婆不住的夸赞 这是我见过最完美的脚 这才是真正的金莲花 媒婆迫不及待要给百合说门好亲事 但她家境贫寒 和富贵人家门不当户不对 于是便牵线做了另一桩美 她找来富贵人家的小姐雪花 虽然两人家境悬殊 但同年同月同日生 八字也相合 对方便同意了这桩结交 百合与雪花就这样同吃同种 共同学习女叔 彼此情谊也随着时间的流逝于一家身后 很快他们在没人的见证下 写下结交书 两人就此结为老童 共同陪伴度过稚嫩的儿时 百合也攀上了这层关系 成为了真正大户人家的女儿 到了代价年龄 百合一双三吨金莲 被当地首富看中 出嫁前夕 雪花将密扇交给百合 然而命运的齿轮却从这一刻起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洞房花竹叶 丈夫对百合的小脚爱不释手 百合不久就有了身孕 一跃成了金凤凰 但她一直记挂着姐妹雪花 经常通过扇子与她交流 可婆婆却认为百合已经出嫁成家 禁止百合与老童来往 百合便偷偷托仆人送信 结果得知雪花父亲沾染上烟瘾 散尽了家财 百合日夜忧思瞒着婆婆跑出门与雪花相见 这才得知雪花也已嫁人 还没来急得细问雪花的丈夫是何人 百合就被婆婆发现关了起来 两人就这样再度失去了联系 洞房花竹叶 丈夫捧着新娘的小脚爱不释手 兴奋稳了起来 只因这双脚是当时最完美的三寸金莲 也是高贵身份的象征 百合因这双小脚成了金凤凰 却也被婆婆叔父无法见到好姐妹 直到不久后 村中突发瘟疫 死了很多人 百合因为关禁闭 幸运地躲过一劫 公婆却没那么幸运 纷纷染病嫁喝戏去 多年媳妇熬成婆 百合没受几年累 便翻身成了当家主母 日子苦尽甘来 而没有了婆婆的束缚 她立马启程去看望好姐妹雪花 多年未见 两人格外欣喜 可如今的雪花早已熬成了夫人的模样 院中更是家徒四壁 比百合当年的家更穷酸 百合怎么也想不到 当初的富家小姐竟会过得如此寒酸 丈夫还是一个满身烘臭的香野屠夫 晚上吃完饭 雪花想要多陪陪百合 但却被丈夫拒绝 我要你今晚跟我在一起 百合难过得彻夜未眠 晚上还听到屠夫强行逼迫雪花的声音 她更是对姐妹的命运伤心 第二天 街上爆发了叛乱 人们纷纷带着全家老小逃亡 百合不想离开 要等丈夫来接自己 可屠夫不由分说扛起她就跑 百合只好跟着琉璃的队伍躲进深山 一天走下来 裹着的小脚也渗出鲜血 一群人在山中将就过了两天 当时正值寒冬 天空飘起恶毛大雪 百合给孩子们盖好被子 相互依偎着取暖 然而第二天 屠夫发现小儿子的被子被踢开 走近一看 孩子身体已经被冻僵 没了气息 雪花崩溃大哭 谁都没料到会出这种意外 屠夫却认为都是雪花的错 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还故意不告诉她安葬的地点 以此惩罚雪花 百合抱着为她擦拭眼泪 战乱平息后 百合提出要带雪花走 跟我去通口吧 让我照顾你和孩子 百合见不得一起长大的 好姐妹受这种苦 可雪花谢绝了她的好意 你一进来 我就感到你在怜悯 我是心疼你 雪花 她是我丈夫 我爱她 百合很是伤心失落 她没有看懂雪花的苦衷 从家是显赫的小姐 沦落为屠夫的妻子 雪花对着世道看得清清楚楚 她知道百合虽贵为当家主母 但仍然是丈夫的附庸 她不想成为雷准 更不想让百合为了自己 在丈夫之间左右为难 才决定留下来 在泥潭中独自过活 女孩凭借一双三寸金脸 当上了首富家的当家主母 她的好姐妹却成了屠夫的妻子 不久后 百合府中来了个陌生女人 她说自己是雪花心的老头 还送来一把密纱 上面用女书写着诀别信 原来雪花违背了誓言 和别人结成了老头 百合气愤不已 这些年的姐妹情谊终究是错误了 她找出这些年交往的密纱 让下人全部拿出去烧掉 几个月后 村里姑娘出嫁 作为表姐的雪花前来祝贺 百合热泪盈眶 可看着她和身边姐妹说笑 她彻底心思不抱幻想 默默走出了酒席 多年以后 一个小女孩出现在家门口 看见百合就跪了下来 说她的母亲病重 在梦中一直叫着百合的名字 这是雪花的女儿 她泪眼婆娑 恳请百合去见她最后一面 她一定有了其他的 她没有其他的姐妹 你误会她了 她从来没有过其他的老头 十年来 我母亲 只是他们的老师而已 她的幸福只有你 百合这才明白 雪花和她断交 只是因为两人身份悬术 不想拖累自己吧 她跟着女孩来到雪花的病态 此时的她已经奄奄一息 见到了百合最后一年 雪花放心地离开了人世 百合躺在她的身边 像小时候一样与她同堂而眠 第二天 下人从家里带来了两人之前的书信 原本是该被烧掉的 但她知道主子只是说的气话 便偷偷做主留了下来 这才让百合少了些遗憾 雪花的葬礼过后 百合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她打开扇子 提笔写下新的一辙 我们又为老头 这是对雪花永久的怀念 十九世纪的中国 偏远地区女性地位低下 经受着各种传统礼教的压迫和束缚 她们牺牲自由 失去尊严 沦为传宗借贷的工具 唯一的自由选择便是王冬 她们从小惺惺相惜 互相慰解 虽没有血缘关系 但却超越了手足之情 夫妻之爱 开启了女性互助的情人认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是枕头猫 我们下期见